上傳K錯資料 導致這個大烏龍 不過事件之所以曝光是因為張先生來投訴 他說自己在八號打完疫苗之後 登入健保的快捷偷 快一偷來看 發現說自己怎麼打到過期疫苗 過期五天耶 讓他好緊張 好擔心 也說這過期疫苗 會不會對人體有不良反應 要求臺北市府給個說明 那麼他也炮轟市府 為什麼一句道歉都沒有呢 七月八號早上九點 民眾張先生 秀出疫苗接種小黃卡 看看記錄兩劑AZ疫苗都已經完成接種 本來該是件開心的事卻鬧出大烏龍 只是想確認一下有沒有確實有達到兩劑 然後順便看一下是哪個國家或者是來源 結果後來才發現 他是日本送的六萬劑裡面的過期的 張先生越想越生氣 他在七月十六號完成第一劑AZ疫苗接種 等啊等 好不容易 十月四號按程序上網預約到第二劑疫苗 十月八號上午九點和妻子兩人來到中心 診所醫院完成疫苗注射 沒想到事後查看健保快一通 才發現注射的是十月三號到期 過期五天的P號K004C疫苗 疫苗過期會不會有效力不好 或者是說失效的問題 那我的保護力還夠不夠 那如果疫苗過期打到人身上 會不會有出現其他的反應 那這個東西是誰要負責 真的好無奈打到過期疫苗 張先生坦言雖然沒有出現任何不良反應 但還是很擔心 市府第一時間緊急出面說明是醫院物質 絕沒有打到過期疫苗 但這說法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不及的那麼多天 還要我們去發現 他才說是誤級 那如果我們沒有發現的話 那是不是就這樣放下去 所以我覺得市政府要好好檢討一下 如果真的是打錯的話 那我們這些打錯的人怎麼辦 是要補打還是要去做檢查 疫苗亂向頻傳 臺北市府則無旁貸 民眾心中只求趕緊 釐清真相 別讓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記者吳永安六位紅採訪報導